去领悟把佛法当作一个结缘 一个学术来研究 永远停留在一个观念里面 而执着那个观念是正确的 这个叫做假智慧 假智慧跟真智慧 佛陀在经典里面 真智慧能断我执法执 假的智慧可以获得到 世间的荣耀和供养 而荣耀和供养正是生死的开始 你得到了荣耀跟供养 只是增加生死而已 没有一点好处 我们要的是了生托死 所以要真实的智慧 那么主师有一个比喻 特别的重要 你看看能不能体会出来 如果这是一张图画纸的话 如果这是一张图画纸 这是一张图画纸 找一个很会画画的人 画了一只猫 这只猫画得栩栩如生 正是立体感 像现在的3D动画一样 哇 这个画画里面 这只猫看得真的是很像很像 我现在请问你一句话 如果这个老鼠跑出来 真的老鼠跑出来 请问画画里面的那一只猫 能不能跳出来捕捉老鼠 不行 假智慧就是这样子 这只老鼠就比喻作 执着烦恼分别心 诸位假智慧是没有办法断烦恼了生死的 所以这个世间的荣耀跟名利 尤其是出家的这个供养 完全跟生死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我们要了解 那么真智慧就是不一样了 真智慧就是心中的那一只猫 很厉害的猫 只要老鼠一跑出来 就跳伤器把它抓起来 咬死它 真智慧它就有这个能力 心中你拥有的是真猫还是假猫 这个就要看你自己愿不愿意 求佛陀的智慧 拜佛 你念那么阿弥陀佛 能够离开你这一念的心性吗 不行 你送地藏经 送无量寿经 送药丝经 送普门瓶 送弥陀经 能够离开我们这一念的心性吗 你也不行 万法回归心性叫做正法 离开的心性 那么就是外道 所有法 不离现前当下 这一念 究竟的十项低异地 的正念 因此修学佛道 求善知识的指引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本心写法无益 不是本心说法无本 如果你不了解 不生不灭的这颗涅槃妙心 那么说法 就无本 修行也没有依靠 那你依据什么 讲经说法呢 所以主师大的讲 没有见性说法 就像瞎子摸象一样 眼睛瞎掉的人摸的大象 因为人不晓得那个部位是什么 就用摸的 没有开佛的智慧跟正见 佛的正见就会像瞎子摸象一样的 说法也不知所言 到底自己讲对还是不对 没有把握 注解就是这样写 我就照这样念 不见性说法 就像隔斜烧痒一样 这个脚很痒很痒 可是你就是抓不到那个痒的地方 所以明心见性 对出家和战役家 都是特别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的面目 本来的心性 是每一个人都具足的 好了 这几句话 提醒大家听经文法的重要 底下是佛说的 第七十二句 佛陀说 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不论其贫富或者是贵贱 不管是国王或者是乞丐 我们都是这样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 非洲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白总人也好 黄总人也好 佛性都是一样的 所以第七十二句是 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乃至于很恶劣的人 也给他一个时间 空间给他改过 只要不是佛 就一定会有缺点 我们佛弟子 如果 能够了解佛的心的话 你的生命 会现出种种的奇迹 但是在修学过程当中 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扰 像病苦 婚姻的破裂 另一半的死亡 或者是小孩子的离弃 或者碰到经济上的困扰 或者是感情的因素 只要你转回正法 都是好事 所以说 没有危险就没有奇迹 没有梦魇就没有梦想 没有危险就没有奇迹 意思就是 你要创造奇迹 就一定要经过 种种艰困跟危险 所以在座诸位 你今天如果婚姻失败 只要你跨进佛门 就是你单亲一个人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勇敢地活下来 今天如果你了解了 宇宙的真理 哪怕是你今天病苦 病得很严重 心也不会慌 因为那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碰到 邪魔外道二字箭的 所以佛都告诉我们 心要如大地 承转一切 心如大地 承转一切的五路 十方三世佛 最赞叹的德性 就是忍辱 忍辱 十方三世一切佛 他最赞叹的就是忍辱 虽然很不满 可是还是守口如平 口业完全清净 心如虚空 包容一切 也就是我们的心 要像虚空一样 包容 不同的物种 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矿物 不同的星球 就像虚空一样的 包容一切 所以物道的人 容天 容地 容一切假象 都是这样包容 跟宽恕 所以 你的心中 佛弟子在你的心中 能够 有宽恕的德性 原谅对方一下 你的内心 会有更 回形的空间 这个就是 真正的佛弟子 也是真实的智慧 不要像世间人一样 稍微一触动 那么什么佛都忘记 就是也是跟人家 对骂 对干 或者是 想尽办法 要伤害对方 要报仇 不要这样子 听佛的话 总是有好处 第七十三句 探视病人 应使患者 充满希望和快乐 你有因人 要去医院 或者是 哪一个人的家里 要探视病人 是不是 应当使患者 充满希望和快乐 而且探视病人 要买东西去的时候 要注意 要看他得什么病 你要买什么东西去 对不对 有的人 他不了解 有一次 我生病了 我生病了 要注意 要注意 肠胃炎 急性肠炎 注意 很严重 很严重 那个信徒 买了一些水果 还有大大瓶的奶粉 来探视 经过一个礼拜以后 他又来看师父 看师父以后 两瓶都喝完了 这么大瓶 他很高兴 不过看师父你的气色 怎么都没有变好 结果那两瓶 是旁边的适者喝光 腹泻常言 最忌讳就是喝那种牛 你送牛奶来 做什么呢 不能喝的 乳制品的是 所以送那个东西 所以那个信徒 回去以前 我就告诉他 你看看能不能送 那个比较小的面积的 可以千变万化的 很好起作用 我这样比过不过 看不过 用智慧去启发对方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探视病人 应看时间跟空间 看看对方到底是生什么病 再来 去看病人的时候 要讲那个话 要给他充满希望 充满快乐 有的人啊 这个在家居士 尾压家压 去看病以后啊 他懂得一点佛法皮毛 第一句话就告诉他 啊 你这个病没有救了 你会死 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没有救了 一定会死 我就一听 本来他这个医生 哈 好吧 求生极乐世界 本来一支针打下去 就会好的 看病不会看病 是不是啊 所以啊 要探视病人 应当使患者充满希望 所以要 真正的菩萨 要给人希望 同时要给人方便 但是也不能常常讲假话 对不对 这个病明明就不会好了 那你就安慰他 你不会死啊 会怎么样子 如果说很严重很严重 知道他会死的 就告诉他 那么就是佛陀讲的嘛 观无常嘛 你要观无常啊 这个时间一定会来到的 没有一个例外的 这个时间 唯一不能逃避的 就是死亡 同时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他 这个就是学佛的目的 就是解决人类生老病死 忧悲苦恼 所以什么是佛法 就是大悲法 悲就是拔苦 要拔掉众生的痛苦 就叫做佛法 所以有的人没学佛的人 来到讲堂说 为什么你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呢 那么悲哀呢 我说那个悲不是解读作悲哀 那个悲就是拔苦 观世音菩萨是拔除众生的痛苦 这个不能解释错误 悲不是悲哀 是拔苦 拔掉众生的痛苦 这不能解释错误 所以如果我们是菩萨的心肠 就是要这样子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也给人快乐 佛法也是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一个人 能够进入佛门 那是很幸运的 所以只要一跨进佛门 师父都非常的赞叹 也不管他以前造恶多端 你流氓来 我也这样对待你 哪怕你以前造了多少的恶业 搞了多少的无知的事情 师父也宽恕你 因为你至少有这个阴影跨进来 就不得了 慢慢地去珍惜 珍惜这个阴影 所以一定要多听经 多闻法不可闭门造句 如果闭门造句 有的人告诉你 就是说 念念佛 不要听经 不要闻法 这个就麻烦大了 我们 自觉甚至 是觉悟的觉 不听经 不闻法 也是念自觉甚至 那个第二个觉 是拒觉的觉 自觉甚至 自己 决断 阻断了 那个圣能的智慧 不听经 文化是没有办法的 佛法 它是超越一切表象的东西 所以佛法无能解 虽惠不能了 佛法没有能为我们解释 解读 再怎么样 续经有智慧的人 还是不能明了 第七十四句 人们爱戴忠于真理 态度良好 言而有信 对职位负责的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一切的众生 都会拥护 这是佛陀的真理 也就是正法 人们是爱戴忠于真理 也就是这个人 对真理很踏实 佛陀是实践家 不是妄想家 他是脚踏实地的 走上解脱的路 所以人们爱戴忠于真理的人 也爱戴那些态度良好的人 这句话可是非常重要 我们修行之间 决定一切 处事态度决定一切 换句话说 人与人相处 我们的态度必须要和蔼 要可亲 要人人称颂 什么是开悟 人人好 接着开悟 一个人可以做到 每一个人都很好 也就是横顺众生 随喜功的 这个可不容易的 大部分的人看到 自己讨厌的人 一致真言就出来 一致真言 哼一个 就是会这样子 谈都不想谈 那你心中的态度 最主要是 自己内心的世界 受了影响 这样不好 所以态度要良好 言而有信 就是讲出去的话 一定要百分之百的信用 承诺人家 就是一定要去做得到 我就是这样的个性 所以国外来邀请 我都会衡量自己的时间 空间 空间 背景 体力 答应 他就是一定要做到 没有答应 那么不见得是 不慈悲的行为 看个人的因缘 能力 所以以其 随便地答应 人家 不如谨慎地承诺 承诺 这个是很重要的 说出去的 说出去的 事情 就是一定要做得到 但是有的人 在特殊的状况 变成有特殊的处理 比如说有一个女众 她以前小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不太懂事 看着出家人 威仪 庄严 持戒清净 她很羡慕 这个比丘尼 穿了这个比丘尼 衣服 披上袈裟 她很是欢喜 就在佛前发愿 偷偷地发愿 偷偷地发愿 跪在佛前 跟佛祖 我某某姑娘 我以后不结婚 我以后绝对不结婚 我要走出家 献比丘尼下 结果经过了五年 十年 她家里不了解 她的内心世界 就硬逼她结婚 后来也被逼得快发疯了 也没办法 很勉强地结婚 结婚以后的 生儿 玉尼 这个活得很痛苦 就发了一张 E-mail过来 就问 师父 我言而无信 我以前在佛前发愿 要出家当比丘尼 我现在结婚了 生了一对儿女 怎么办 我骗了佛祖 那我就跟她回答了 有这样的愿力固然好 可是时间空间 一年整个不具足 父母亲也不了解你的看法 违背了父母亲 又被打得半死 那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了 就好好的做人家妻子 那么出家 法师当不成 就好好的当护法基士 向佛求忏悔 所以在座诸位 我必须劝告你 不可以随随便便 男众或者是女众 动不动就是 我要出家 我要出家 我现在讲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如果你想要出家 无论是20岁30岁40岁50岁 对不对 你记住师父的话 就永远对 你想要出家 以前 记得去到场 住两年至三年 不要太快的 就马上就剃度 你能不能融下这个团体 你能不能接受你上人的作风 因为每一个出家人 他的住持 他的作风不一样 有的人 这个比丘 你一剃度出家以后 这个师父每天都念经 搞钱 这个出家以后 因为他在 在这个暑假 听了这个法 一直一心很想修行 结果剃度以后 他上人每天 都为死人念经 每天都做佛事 他说 这个不是我要的 可是没办法 你的剃度了 所以 无论是男众 是女众 无论是几岁的人 你想要走出家的路线 一定要听师父的话 不要急着剃度 在那边住了三个月半年 这个还不够 还不够 有一个人 有一个比丘 就是出家 因为他胃不好 胃不好 出家以后 就过午不时的道场 过午不时 持戒力的 结果剃度以后 他不晓得过午不时 情况是什么 晚餐都不吃了 他要吃西药 胃溃疡 胃脏 胃不舒服 结果又过午不时 那医生讲 你晚上要吃一点 要不然你胃受不了 又是 一个是佛的戒力 一个是医生的劝导 自己又变火 结果就进去 持午的道场 麻烦大了 他的心没有把 这个结放不开 就是放不开 我宁可死 也要持佛的戒力 很好 可是痛起来 胃痛 后来这个比丘 就硬撑硬撑到 最后就是 胃溃疡 吐血 胃出血 没有办法控制 我去欠他 我去医院欠欠他 法是活的 不是死的 佛法 佛法是活的 我跟他讲 今天如果世尊来看你这样 他也会劝你 稍微开眼一下 要不然就喝一点粥 我们不要说 大餐大餐的吃 丰富的 至少喝个粥 或者是什么 奶粉类的 或者是燕麦 你至少吃一点 戒应当不是这样子 他说我要持戒 我说你懂持戒是什么 你没有看过 那个经典讲得很清楚 不敬持戒 不轻悔戒 是真持戒人 真正的持戒人 不会看不起你的 不敬持戒 不轻悔戒 是真持戒的人 真正持戒 清静的人 是不敬持戒 他对这个持戒 清静的人 不会特别恭敬 不轻悔戒 也绝对不会轻视 那些悔戒的人 就是戒持的不好的人 他也绝对不会去 看不起他 是真持戒人 这个才是真正持戒的人 心如大地 绝对平等 修自己就好 等一年 有一年 这些持戒不好的人 慢慢地归欠 慢慢地 慢慢地给他机会 给他因言 给他希望 这个才是佛法 叫做不敬持戒 不轻轻视的轻 不轻悔戒 是真持戒人 这个才是真正持戒 清静的人 不会落入恶言对立的观念 他听了师父这个开始 哎呀 这以前怎么没有人 告诉我这样的观念 吃了 吃了以后 吃这个胃药 胃药要经过了 几个月的调养 去看医生 医生说这就对了吗 这就对 我以前 说实在 也是卡在这个观念 也是卡在这个观念 我的胃也是不好 一直呕吐 一直呕吐 然后没办法 到晚上的时候 体力 没有办法承受 因为 胃不好 肠子也常常腹泻 所以 吃的东西也不多 到晚上就没办法了 后来因为体力不好 就去给医生打点滴 大陆说掉平 掉平 掉平的意思 大陆 台湾讲打点滴 打了点滴 这个医生跟我讲 说惠例法师 那时候便当一个才三十块 他说惠例法师 你打这个点滴 一次四百五 一个便当才三十块 你考虑考虑 晚上要不要吃一点 后来实在 要吃西药了 没办法了 也是到最后没办法 特微推 四身推 就没办法了 我有更重要的任务 所以这个观念 稍微改变一下 能吃午 吃戒 我们的赞叹 实在是没办法 有时候就衡量 自己的时间 空间 自己的身体 看看扛得了 扛不了 一定要有这样子 自己用智慧 来学佛 其实是 再念一遍 人们爱戴 忠于真理 态度良好 言而有信 对职位负责的人 第七十五句 丈夫应以下面 五种方式 来对待她的妻子 今天的姬式特别的多 我们的吃饭 都会一千人 所以姬式特别的多 法师毕竟少 所以这两句 底下这两句 是丈夫对太太 下面一句是妻子 对丈夫 那么这个 在家记事 就显得特别重要 七十五句 丈夫应以下面 五种方式 来对待她的妻子 重视家庭伦理 第一 要称赞 对方的优点 因为这个女人 非常的敏感 敏感到 一通电话 再做信号 敏感到 他的老公快发疯了 那么在外面 讲两句话了 回去啊 就不跟他先生讲话了 第一 称赞对方的优点 称赞对方的优点 无论是哪一个人 都会有优点 就称赞对方的优点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好好的 也要跟太太相处 就应当 认识她的优点 尽可能 在任何的时间 空间啊 有姻缘 不过要赞叹的恰到好处 要恰到 那个人 随便一直赞叹 一直赞叹 有时候啊 太太啊 误会你的意思 比如说 她长得实在不怎么样 长得实在是不怎么样 然后啊 老公啊 每次就说 老婆 长得好漂亮哦 她老太太就会说 好啦 慢个口啊 别了 别了 你还整天说 那 赞叹的不对劲 时间 空间 她本身又长得很丑 你赞叹的不对劲 所以要恰到好处 那么第二呢 就是永远不轻视对方 也就是说 太太啊 也一定会有优点 跟一定会有缺点 也就是说 不可以轻视对方 认为她的 你这个嫁妆 她如果来到这里 建议急激化 你这个嫁妆才十万 对不对 你家里没有嫁妆 都是我啊 这边啊 拿过去的 她因为家里贫穷 没有什么嫁妆 就一直轻视她 或者是她的协力 比较低啊 或者她家兄弟 有干过流氓啊 每次就说 你看你那些兄弟 都当流氓 就这样不好的 所以第二 佛陀讲 丈夫应当 用第二种方式 来对待她的妻子 就是永远不可以轻视 妻子 要把妻子呢 当作是宝贝 第三 要对她忠贞不二 佛陀啊 这句话讲的 还真是好 尤其是这末法时期啊 你看那个报章杂志 讲的就很麻烦啊 是不是啊 男孩子嘛 一个接一个啊 就交女朋友啊 就是 一 感谢观看